大家好 这节课程呢我们是一个开宗明义的课程 针对于以前练过功夫的朋友 如果之前咱们朋友们没有练过功夫 那么就可以把这个课程忽略掉 那么对于一部分有功夫的朋友呢 之前练过武术的就会遇到一个很大的疑忽 很多权 行义拳 太义拳 八卦掌都练混元装 但是为什么我们练了这么长时间的战装 包括大成拳 我还没有出功夫呢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做到几何结构 咱们传统拳里面叫做分阴阳 什么意思我举个例子 薛颠说过一句话特别好 身如干地一跌扑 我们很多朋友以为后援装是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两手一端就完事了 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 我是模仿一个错误姿势 在这个过程中从你的太阳穴到你的脚心画一条线 你的大部分的躯干是在这条直线上 但是呢对抗的时候 对方一定会给你施加前后劲 一施加前后劲 你立刻像个干子一样立刻站不住 因为你本身就像个木棍一样 所有的躯干都在这条线上 所以你不可能受到 不可能承受得住垂直于你这条线的力量 那么很多人说 那我混元装就是这样平着站 我肯定受不了前后劲 这纯粹胡扯 这绝对胡扯 太极拳最简单的一个要求叫支撑八面 太极拳很多动作都是单边 像这样的羊腿都是几乎是平着的 什么叫支撑八面 我不刚是前后有劲 他肯定前后有劲 这个动作 人家沿这个方向给你使劲呢 沿这条直线给你使劲呢 一按你就站不住吗 对不对 这不叫支撑八面 所以我之前拍过很多的宣传视频 站在半圆球上的 让人从背后推的 就是为了向大家展示 很多人现在已经没有支撑八面的行为了 那么会员中如何产生支撑八面 行义权八卦掌要求的禁闭周全呢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首先是从前后分阴阳开始 加微信 新五文化二 学习行义权课程